請收款,且必須被投相關的交易平證 否則禁止貴出貴入 這項措施有三項重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 禁令指縣大陸地區具有高度的針對性 此項禁令指縣大陸地區的台商 不包括大陸以外的其他地區的台商 具有高度的針對性 顯示政府以防治洗塵之名 行清算鬥爭大陸地區的台商 把大陸地區台商作為次等公民 進行金融的嚴格管制 第二大問題是原審台商金流金融戒嚴 過去兩岸資金的往來 都是要求廠商被投五年的相關資料 以例後續的抽查 不過從昨天開始 不能只有留交易單據 而且必須出具詳細的交易憑證 由銀行決定適合放行 由銀行決定適合放行 直接單據金流 形同外衛管制 形同金融戒嚴 最有一點是非常嚴重 這是選舉的澳部 本項相關措施 我早上查了相關的法令規定 也跟央行金融會 這個法務部 基本上他們沒有發布相關的法令依據 公股銀行執行這項措施 沒有任何的法令依據 沒有任何的法令依據 尤其在選前執行這項措施 外界懷疑政府 以防治洗錢之名 行東坦管制金流 清算查障之時 是典型的選舉澳部